沙特婆婆在古邦节的时候 宴起了她所有的女婿们 到家里共进晚餐 视频的最后你们自己看大合照吧 一共有多少女婿你们自己数 沙特以及整个中东他们过古邦节 其实他的庆祝规模 跟中国的新春佳节 是没有什么太大分别的 都会有供休假 而且就是各种走亲戚吧 沙特阿拉伯人家里面呢 都少不了这一口这样子锅 至少是可以放一两头羊的 他们在古邦节的时候的羊的价格 差不多是人民币3500块钱左右吧 先从羊汤开始 然后羊肉就炖他们的羊肉饭 他们也很喜欢吃羊内脏 羊肉宴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也少不了甜品 在沙特阿拉伯也就两个重要节日 一个是古邦节 一个是开斋节 但凡这两个节日之前 我婆婆就会把自己关起来 一个礼拜就不停地在做甜品 为什么要关起来呢 因为家里小孩子太多了 看到的就不得了 她从食材采购一直到制作 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包办的 每年自己做的巧克力和饼干 他们的造型都是不同样的 老粉丝都知道 我婆婆她是一个人 住着一个非常大的房子 并且她家里有好几个工人 在给她帮忙 为什么她所有的儿女 都成家了以后 她还要一个人 维持这么大的一个开销 维持家庭的一个正常运作 有三个原因 一个就是我婆婆 对这个房子非常有感情 因为她跟公公的感情特别好 公公离开了以后 她也不会离开这座房子 第二个就是 她每一个出家的女儿 在这个房子里面 都有一个属于 他们的房间和天地 就是说他们的女儿 随时随地想回娘家 住一段时间 都是欢迎的 都是可以的 第三个就是 沙特阿拉伯人 他们对于亲情 看得特别特别重 是所有情谊排在第一位 虽然他们一年 只有两个节日 但是他们从不吝啬 去宴请他们的亲戚 或者朋友来家里做客 所以当地 稍微有一点点条件的家庭 他们的基本配置 就是一个管院子的 有一个司机 然后会有两个帮拥 好了 你们数数看吧 多少个女婿 好了 散会